Hello, 大家好, 我是Thomas 之前的幾個分享, 跟大家介紹了一些關於 機械錶和石英錶的好處 接下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 機械錶的運作原理 因為其實每天大家都戴在手上 或者做一些收藏 但是一隻機械錶是透過一些流程去實現 顯示到時間, 進行到運作 我也會在接下來的分享會 分幾個部分會為大家介紹 首先看一下圖裡面的部分 主要就是有一個六大部分 首先就是有一個上鏈的機構 第一部分 然後接下去有第二部分 就是動力機構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一些發條盒和發條 再接下來第三個部分就是傳動系統 就是一些齒輪組 就是把一些已經上鏈的流量 傳輸到後面的部分 接下去第四個部分就是分配機構 也是手錶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琴重系統 就是由琴重叉和琴重嵐組成 然後第五個部分就是調節機構 就是我們經常看到手錶擺動的一個裝置 就是油絲和拌輪組成 然後第六部分就是一個時間顯示 就是我們經常看到手錶裡面的時針 分針秒針的部分 主要錶來說就是 無論你是什麼品牌子 簡單功能或者複雜功能 基本上都是透過這六個部分 去組成的 今天就先介紹這六個部分 再往下分享 會將每一部分 都會為大家去拆解一些重點 今天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點讚 關注我的頻道 還有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分享再見 拜拜